過去三年 雙城論壇都採取視訊的方式舉行 隨著疫情解封 今年雙城論壇 是否是會舉辦 以什麼樣的形式舉辦都備受關注 台北市長蔣萬安正史已經派副秘書長王秋冬到上海討論 另外海峽論壇六月中將會召開 傳出中方可能會在當天宣布放行陸客到金馬觀光自由行 陸委會表示 如果有意願開放 應該要盡早安排磋商 台北市與中國上海市輪流舉辦的雙城論壇 預計七八月將在上海舉行 市長蔣萬證實 副秘書長王秋冬一行人 十七日以前往上海就城市交流議題 與對方交換意見 十八日就會回來 屆時是否會親自出席 蔣萬表示細節仍在討論 也強調進行事務性交流 包括體育文化 意候觀光等等 雙城論壇也會逐步交換意見 但不是唯一的內容 至於兩岸海峽論壇 目前選定六月十六或十八日 則依在廈門召開 傳出中方可能在當天釋放大禮包 宣布奉行陸克福金馬觀光 自由行 兩岸之間可以坐下來 依據這個既有的機制來趕快來談 過去因為兩岸開放旅行已經有十來年的歷史 所以談起來應該不難 速度應該不會太慢 我們還是需要透過既有的機制 而不是放話 曾志宏表示 觀光旅行應該是輕鬆的來 輕鬆的去 而不是一路上有遇到糾紛 沒有辦法解決 要談好才能給旅客好的觀光品質 記者 黃曼謝奇文 泰報道